大家好 我是家樂 我是Roland 很高興和大家分享我的牧羊的經歷 我非常高興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 其實來到611 經常聽見大家都說要開小組 當你來到611 其實NewCraft611 鼓勵大家享受這群組 其實我不太頂得住 其實我是有點抵抗這個想法 因為我覺得開組 如果有組長就經常被人管著 被人約束著 因為我感覺到在加入組組 你會被人拘捕 做小組長 我以前真的一點想都不用想 所以當組組長 這不可能 你記得剛才那些條件 那些挺難搞的 又要上課又要讀書 所以我真的一點都不想開組 所以我真的一點都不想開組 所以我來611一段時間 我也是選擇一些小組不用開組 所以當我加入611 我特別選擇那些小組 不需要怎樣開組 以前我去的小組 我叫做年組 我叫做年組組 因為每一年才開一次 因為每一年才開一次 和組長吃飯就開組 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很舒服 沒有人理會我 但後來被張牧師、張師母發現 然後後來 教師父、Josua和Simo發現 就逃不掉了 所以我無法逃避 然後我被安排 進了一個DJ 一個年輕小組裡 所以我準備好 加入一個DJ小組 最初我還是很不太喜歡 我都想千方百計 逃脫一DJ小組 I wanted to escape from that cell group 每次開組之前 我都想一下 為何我不肚痛 為何我不生病 所以我前面 我總是不想回小組 總是不想回小組 I didn't want you to go 但當然了 走不掉 後來被張牧師、張師母 一直去牧養 所以後來 教師父、Josua和Simo 他們把我進入 自己的小組 過去我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我以前是很低的自信 而且我的脾氣是很暴躁的 所以很容易發脾氣 所以我容易失去我的脾氣 張牧師、張師母 就會在小組裡提點很多 所以教師、Josua和Simo 他們很多改變我很多 甚至夫妻關係 也會改變我們 甚至他們改變我們 611是一個小組長的教會 611是一個小組長的教會 人人入小組 人人開小組 人人開小組 但我仍然對大小組都是很害怕的 因為我的自卑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 沒有辦法去大小組 我覺得我給不到 我的小組緣 但張牧師、張師母 不斷叫我開小組 但教師、Josua和Simo 請我去領導小組 那怎麼辦呢 後來就和太太開夫妻組 所以我開始了 幾個小組 跟妻子 開夫妻組的初期 我們都不斷去找組員 很難去找組員 很難 其實我心裡很開心 沒有組員就不用開組了 其實我心裡很開心 深入我的心裡 但神又很特別去 量第一對夫妻給我們 但神給我們準備了兩對夫妻 最初我也有點害怕 在初期 我也不知如何去做 尤其是去接觸他們的夫妻關係 尤其是有一次 去到跟這對夫妻吵架的時候 去到他們家裡 跟他們談戀他們的夫妻關係 我去到他們家 去談戀他們的夫妻關係 她丈夫不斷去說 她的背景 她的想法的時候 我發現好像一幅鏡 好像自己的性格一樣 有些不明白太太的地方 甚至對太太的一些指責的要求 好像這個鏡子 讓我看回我自己的生命 那我就在她面前去說 我如何去過去 我如何去面對自己 所以我開始分享 如何去對夫妻關係 和她的得性 如何去處理成功的結婚 我就分享過去的經驗和經歷 讓這對夫妻關係 能夠在我們的生命中 看見我們的生命中 如何去勝過 我開始覺得 原來不是那麼艱難 總之 總之 簡單來說 就是認衰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你是願意 承認 你不足夠的 那就是 還有要依靠神 來到新月六夜 神又很特別 給我們另一對夫妻 這對夫妻 他們想離我們小組 但他們的夫妻關係不好 他們來的夫妻關係 但其實他們的關係不太好 我心裡想 甚麼都好 有一對夫妻來 我心裡想 好 神給我們另一對夫妻 都滿心歡喜 滿心期待 我約他們去吃飯 跟他們去一個酒樓吃飯 我們坐在一起去聊天 我們坐在一起去吃飯 聊一聊一聊 大家聊到面紅耳熱 但在吃飯 他們在一起去戰爭 那我夫妻就開始吵架了 所以他們在一起去戰爭 那我和我妻子兩個看著 究竟如何修科好呢 所以我和我妻子 我們在一起去看 我們在一起去想 如何去做 好了同桌 有其他人搭桌 其實我們也會搭桌 跟其他不知人 不是應該都翻桌打架 但為何現在的餐廳 看見完這對夫妻之後 所以這對夫妻之後 我很期待他們來 後來看到他們 我也很期待他們 他們加入我們的銀行群 就立即變成了 不要搞我了 但我仍然覺得 那對夫妻之後 我仍然在想 好 可能你不要來 我和神說 搞不定 我會說 神,我不能這樣做 如果他開組打起來 我會不會救他 如果他們進去戰爭 我會不會去戰爭 我會不會去戰爭 不如給其他人 你不如把那些人送去其他人 對 很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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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求神幫助 所以我找到神幫助 然後到了第二天 我都不斷想起一對夫妻 我開始想起這對夫妻 但是很奇妙的位置就是 我從我的懼怕裏面 我變成了憐憫 所以我發現 在我的懼怕裏面 我開始想起這對夫妻 從懼怕裏面 我變成了欣賞 我開始想起這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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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關於他不斷氣 其實他對夫妻很好 尤其是對夫妻 尤其是對夫妻 他很願意為夫妻擺照 我發現夫妻很願意 自己去親自 他家裡有很多擺設 他都會自己下手去做 其實有很多裝飾 是由夫妻 甚至他做事 他很要求 很細心 很細心地做事 和夫妻 非常細心 所以他做了全心 我恐懼開始 慢慢地離開 所以我發現 我的懼怕 變成了 神開始讓我有信心 和他溝通 所以我希望他來往 我主動約他吃飯 吃一頓飯沒有什麼事 那又增加多點信心 那之後他沒有戰鬥 所以我感覺到更多信心 我慢慢和他有一個很好的關閉 我開始建立 這些夫妻 由他們開始 去醞釀 他們 整天要去離婚 所以在最初 這夫妻 是要離婚 甚至那丈夫 她說對神沒有信心 她真的不想去祈禱 甚至夫妻 說我沒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我沒有祈禱 去到他主動要帶領家 要帶領起來祈禱 去祈禱 但現在他開始 帶領家 去祈禱 我現在神做了很大的工作 所以他做了很大的工作 不是我去做什麼 其實是一種工作 做到神 不是我 這樣神也讓我 在新月六一裡面 在新月六一裡面 祂能夠在青年牧區裡 去服侍 去牧羊 去牧羊 其實我又是不懂做青年的 其實 I'm sorry actually I didn't know how to disciple youth services 因為我自己沒有年輕的時候 because I didn't experience the youth 因為我17歲又開始出來做事 because I started working very early at age 17 我沒有青年的時間 20多歲去玩過 我是沒有這些時間 so actually my youth time is not about playing it's all about work so if you ask m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eenagers I didn't know how to have conversation with them 我跟我的朋友相處 他經常都說 你少了青年那段 你一是就少年 一 skip就去了成年 就是我跟他們的溝通 他就沒有了青年那一段的玩 啊開心的時間 even in my conversations with my friends is about the early teen agehood and later on about adulthood since to me there's a gap missing 甚至呢我覺得呢 這個世代 這個時代的年輕人 我覺得很沒怕望 and at the same time I feel that there's no hope in this generation so you叫我做青年呢 其實都真是 真是找我來搞 so if you ask me to lead the youth service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但是呢神真的是 不斷去感動到我 but God still stir me up 當我每次去圍著這群年青人 我去祷告 when I pray for this youth 我去想我要怎樣去給他們 I think what can I give to them 我怎樣去牧養他們 how can I recite a disciple them 神就讓我見到他們一個一個的需要 God reveals the needs of all the individuals 讓我去讓我帶神話語進到他的生命裡面 and also let me to bring God's words into their lives 讓我一個愛這群年青人的心 so I can win their hearts 真是神親自去帶領我去牧養 It's really God's work to lead me to disciple them 過去呢我覺得牧養要很厲害 很厲害 in the past I feel like if you want to disciple 要懂很多聖經 you need to be very capable you need to familiar with the Bible 要說話很厲害 you're very good at speaking 要懂得技巧 you have a lot of skills 但後來當我進入牧養裡面 later on when I really experienced discipleship 我發現神親自幫助我怎樣去牧養 I found actually God helping me to do that 最重要我要學懂怎樣去依靠神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need to rely on God 牧養的過程我不是只是付出 during discipleship is not about one way giving 反而是我生命 因着牧養的過程裡面我生命 可以改變 可以反省自己的生命 生命可以被提升 感謝主 有一切榮耀歸給我的天父 may all the glory goes to our heaven